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大朋友,小朋友,亲爱的弟弟妹妹,欢迎你来到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每一天都要上课,写作业,会不会觉得很累呢? 真的觉得很累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来让自己好好放松,休息一下呢? 前阵子,知心姐姐在交会里遇到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女生 她说每一天都上学,写作业,好累啊,好不容易一学期快要结束了 她说她今年一定要参加教会举办的赢会 因为她想在赢会里面好好地放松,休息 尤其是在教会的赢会活动里,她能够感觉到上帝的爱 这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休息了 我听了觉得很惊奇 知心姐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还不会想到要去参加教会的赢会活动呢 没想到这个女生却完全相信 当她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 那就是她最大的放松休息了 亲爱的弟弟妹妹 你有没有感受过什么是上帝的爱呢? 被上帝的爱包围,拥抱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 希望在爆米花每一天的时光当中 能够帮助你越来越多认识天父上帝 也享受在她的爱中哦 今天又到了我们 你来评评里这个单元时间 让我们来听好听的品格故事吧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 你来评评里 你来评评里 邀请你来评评品格的里 什么样的品格呢 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王 他非常非常有钱 家财万贯 而且整个国家都是他的 照理来说 他应该非常的得意又满足吧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国王自己也挺纳闷的 为什么他已经拥有了这么多 却还是觉得对生活不满意呢 尽管他也刻意去参加一些 有意思的晚会和聚会活动 但是好像都无济于事 他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 常常闷闷不乐的 有一天 国王起了一个大早 他决定要在王宫四周 到处转转散散步 国王走啊走啊 他来到了厨房 他听见有人正一边做事 一边快乐地哼着歌呢 循着这个歌声 他找到了一位厨师 脸上正洋溢着幸福和快乐 一面在国王瓢盆当中忙着呢 国王看到这个画面 大感困惑 他决定要问这个厨师 为什么如此快乐呢 厨师回答 陛下 我虽然只不过是个厨子 但我一直都尽我所能地 让我的家人和小孩快乐 我们所需要的不多 头顶有间茅草屋 肚里不缺食物变够了 我的家人和孩子 就是我的精神支柱 而我带回家的啊 哪怕只是一件小东西 都能让大家感到快乐 所以 我之所以天天如此快乐 就是因为我的家人很快乐 国王只听到这里 他便点点头回去了 回到宫中 他找了宰相来 告诉他这个厨师快乐的秘诀 问问宰相他有什么看法 是否也建议国王如此行呢 宰相听完这个厨师的故事之后 他略略一想 便说啊 陛下 我相信这个厨子 还没有成为九九一族 国王很诧异 什么叫做九九一族呢 在国王和宰相的讨论之间 国王听见了宰相所说的九九一族 他很好奇 宰相告诉国王 陛下 您想知道什么是九九一族 那么就请您先做一件这样的事 在一个包包里 放进去九十九枚金币 然后把这个包放在那个厨子的家门口 然后您很快就会明白 什么是九九一族了 国王便按照宰相所言 命令人装了一包 里面有九十九枚金币的布包 偷偷地放在那个快乐的厨师家门口 这一天 当厨师回家的时候 他忽然发现 门前摆了一个布包 打开一看 哇哦 里面有九十九枚金币呢 但 什么纸条也没留下 该不会是好心人 送给他的礼物吧 厨师高兴极了 他赶快打开布包 和家人分享 他们又惊又喜地 把金币全倒出来 仔细地 一枚一枚地数着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直数啊数啊数啊 数到了九十九个 诶 有没有数错呢 为什么是九十九 而不是一百呢 他们又再数一遍 再数一遍 再数一遍 数过来数过去 就是九十九枚金币 一个也不少 可是 不是一百才完美吗 为什么是九十九枚呢 这个厨师很纳闷 没理由 只有九十九枚啊 那么那一枚金币 掉哪去了 该不会还在家门口吧 全家人冲出去找 到处翻来翻去 什么也没找着 这个厨师又找遍了 全家每一个角落 直到筋疲力尽 所有人才彻底绝望 唉 心情聚丧到极点了 那一枚 究竟在哪儿呢 这个快乐的厨师 从隔天开始 他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想着 他一定要努力勤奋的工作 赶快赚到那一枚金币 好补足 那个布包里 不足的一枚 这样他才能够有 完美的一百枚金币啊 而不是缺了一枚 变得好像很不完美的 九十九枚 他每一天都 卖力的刻苦的工作 为了早日赚到那一枚金币 厨师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他常常很没耐心 动不动就对家人和小孩大吼大叫 责怪他们没有更早一点叫醒他 让他赶快去工作 当他在皇宫的厨房里工作的时候 他所想的不再是家人的笑脸 他也不再哼着歌 做菜了 他满脑子都只有那一枚金币 每一天他都埋头苦干的工作 丝毫没有发现 国王正在一旁偷偷地观察他呢 看到厨子的心情变化如此巨大 国王更为不解了 得到那么多金币的厨师 应该要更加欣喜若狂才对呀 为什么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快乐了呢 国王再一次召了宰相来 问他其中的缘故 这位宰相说 陛下 九九一族就是这样的一类人 他们拥有很多 但是从来不满足 他们拼命的工作 就只为了能额外的一枚金币 他们苦苦地努力 渴望尽早实现一百 原本生活中就有许多值得高兴和满足的事 但是就为了凑足那一百 美好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他们竭力去追求那一个并没有实质意义的一 却不惜付出了失去快乐的代价 这就是九九一族 听完了宰相的讲解 国王好像忽然间懂了 为什么他拥有江山 拥有金银财宝 却从来不感觉到快乐和满足 正因为他总是在想 我到底缺了什么 而没有去数算 我到底拥有什么 想要找快乐吗 好像很简单 却也可能很困难 关键就在于 你的心究竟愿意看中哪一个 是九十九枚呢 还是缺少的那一枚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相信你是聪明人 你能够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 今天的爆米花聊到这儿 下一次我们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有相信深造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们都好特别哦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管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深造我们 只要相信深造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管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世人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深造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管人怎样看着我的脸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我很特别 自信花朵太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深造我们 就是很特别